大家好,我是冯老师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Fotoshop的教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比较简单的几个抠毒的方法 那么第四个工具呢,它其实会稍微有点麻烦 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头发丝 头发丝的抠毒会比较麻烦 而且它一个工具还用不了它几个工具组合 那怎么样去使用呢 那首先我们要配合一个工具 就是说这里面有个东西叫贵向选择工具 当然有的人的这个Fotoshop版本可能比较低 它没有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选择这个工具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猫按照工具一框 它也松手 你可以看到这个猫它就被大致的被选中了 这就是对象选择工具 看到没有它比较厉害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怎么办呢 用魔术棒也可以 用快选类型 比如绳快选择工具 那就把这个猫稍微涂一下 就不要涂到蓝色位置 就大家大概涂一下 它稍微就是说会慢一些 但也慢不了多少呢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它稍微多点一点 好 做到这一步之后 我直接砍架钩拿出来行不行呢 这不行 你看 边缘问题很大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就做到这一步之后 你就不要这个砍架钩啊 你看这个上面有个选择并遮住 但是一定要注意 你选这个工具才会有 比如你选一个工具 这上面没有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选择并遮住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透明度改进一摆 就完事儿啊 注意这个里面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处处边缘的这个蓝色 这个也比较好去 选择这个左边的第二个画笔 你就沿着这个边缘啊 把它涂一涂 我们先右键把这个画笔大小改大一些 好 沿着边缘啊 稍微把这个蓝色啊 涂一涂就行了 也不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嘛 那不要涂狠了啊 就是少涂一些 就在边缘碰一碰就行 顶杀 耳朵这个位置稍微再慎重一些啊 慎重一些 涂完之后 其实还是有点黑啊 你可以看到 这稍微有点黑 我们把这个涉择的背景换成 别的底看看啊 比如换黑底 其实还好啊 还勉强可以接受 再提升一点 我换一个白底吧 稍微有点 那怎么办呢 在这个右边有一个 你看输出设置啊 点击打开它 这里面有个命令叫进化颜色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点一下看看呢 点 哎 看到没有 这个黑色它就不见了 你还可以继续呢 这是比较棒的一个功能 你看这边缘不合适的 可以再涂一涂 这是什么 进化颜色 那把钩色 好 底下有一个命令叫输出道 输出道带有图层模板的图层会比较好 因为变修改 确定 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为它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把它拖动一下位置 然后为这个图层添加一个色彩 看一看 哎 背景换得非常棒 看到没有 这就代表我们成功的 那这个就告诉你 就是我们的复杂的背景的这个 呃 毛发这一块 它也可以抠出来 你只要学会的这个技能 什么毛 只要人的头发 猫头发 狗的头发 都可以把它抠出来 而且这种头发 你可能在工程中还尽量会碰到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 那么希望这样的课程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